去亲你姐姐一口 去亲你姐姐一口 来 忠良 来亲姐姐一口 忠良不可置信地看着抽大烟 已经抽风的姐姐和姐夫 姐夫见忠良迟迟没有行动 直接把忠良打倒在壁 忠良被打得头破血流 姐姐为了护住忠良 直接当着姐夫的面亲吻了忠良 想就此了事 忠良也趁机逃跑 忠良 去亲你姐姐一下 去亲你姐姐一下 忠良在被逼无奈之下 做了比亲吻更过分的事情 在上世纪初 苏州一带靠卖鸦片盆满钵满的庞家 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势力 可以夸张一点地说 庞家人很多都是吃鸦片拌饭长大的 少年忠良父母双亡 去投奔嫁到庞家的姐姐 靠给姐夫烧烟为生 每次来到这个房间 犹如窥探鬼屋一般 心惊胆寒 一天姐夫抽风了 居然让他去亲吻姐姐 而同样抽风了姐姐居然乐意接受 终于在这人间地狱活不下去的忠良 在姐夫日常吸的鸦片里添加了披霜 很快姐夫就变成了 只能听见声音的植物人 而姐姐为了替忠良瞒下罪行 只能送他远走 离开了庞府的忠良 本来打算去北京 他听说那里有学生在闹革命 在那里空气是自由的 风筝在蓝天上飞得高高的 可是语愿为 他的行李在火车站被人偷走不见了 自己也坐错车来到上海 走投无路时被黑老大收留 加入了骗取女人钱财的拆白档 通俗的讲就是仙人跳 忠良便是那个诱饵 每次看着被他诈骗的女人 忠良心里有着报复姐姐的快感 当年的事情宛如梦衍一样控制她 她记得姐姐垂手坐在阴暗的闺房里 耳朵上的珍珠耳环 在变幻的光影中反射着微光 记得女人的两片红唇贴在脸上 那毛骨悚然的感觉 于是每次她都会有意识的 带着报复快感地收集那些女人的耳坠子 这些耳坠子是那些蠢笨的女人被俘获的证据 也是忠良在情场上大杀四方的战利品 忠良一直是黑老大骗前的左膀右臂 这天黑老大交给忠良一个任务 行家因为遭遇重大变故 财产名义上落到小姐如意的手中 让忠良把如意骗到上海 忠良虽然不愿意回到那个地方去 但黑老大有力 不敢不从 临行前忠良跟猎物翠芬告别 因为对翠芬有些许的情谊 忠良迟迟没有对翠芬下手 翠芬时常会问忠良爱她吗 可忠良没有一次能虚情假意地说爱 或许是童年让她不敢说爱 一心逃避的她很快就收拾了行李 再次回到了庞镇 见到了这次的猎物如意 父亲话音刚落 阴晕的浓烟 便浮在了女孩那邪魅的笑容里 在父亲的教导下 如意从小就沾染了大烟 也因此被夫家给退了婚 于是他的婚事便这样耽误了下来 后来老太爷病逝 大哥被忠良毒成了废人 如意变成了当家主人 居心叵测的族人安排远房亲戚端午过计 相依辅助为明暗夺家产 谁知端午居然喜欢上户口本上的姐姐如意 是是以如意的命令为先 帮如意把上百个姨太太解散 为此遭封建的族人们一阵毒打 如意是想欢迎太太她们自由 送走时还在感叹姨太太们逃离魔窟了 可自己只能生生死死都在困在庞家 此时忠良来到庞家 看着熟悉的一切 忠良只感觉自己身处无间地狱 连呼吸都做不到了 姐姐像看见父亲汉一样 则骂忠良为什么不带她走 为什么还要回来 忠良对这个孟严姐姐不感兴趣 她的目的只是如意一个 忠良不愧是情场老手 两三下就把如意逗得芳心暗许 她知道如意跟自己一样渴望自由 就半真半假地描述自己心中的北京 这对深宅大院里的如意来说 无异于在古井里投下炸弹 你真的想永远带赛车吗 这个问题让如意不再甘于困手大宅 这天忠良弄来一辆自行车 想用这新鲜的物件吸引如意 谁知回来时 却看见了这辈子都不想看见的姐夫 姐姐将那残废已久的大少爷推了出来 暗示忠良别忘了当初的事情 看着面前之人 忠良的记忆又被扯回痛苦的过去 他脸上的神情一下子就冷了起来 感觉自己已经身在地狱了 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 忠良加快对如意的攻势 很快就可以收割自己的战利品 如意察觉到了他的小动作 只是灿然一笑 随即将另一边的耳环也取了下来给他 忠良把耳环交给伙伴 示意他们可以准备转移了 如意为多了解忠良一些 居然翻开他的行李 这让忠良很是生气 如意的行为让忠良觉得自己的安全区 受到了冒犯 也想起当初时时刻刻被监视的吓人生涯 对着如意他们就是发脾气 把单纯的如意吓走了 只是临走的时候 如意将忠良箱子里的脆分照片偷偷地藏了起来 姐姐在一旁看见了事情的全过程 大概猜到了忠良对如意是有意思的 劝忠良远离如意 而忠良却告诉姐姐 她恨旁复 恨姐姐恨这里所有的一切 当初姐姐戏大烟逼她做的事情 她一刻也不敢忘 现在姐姐更是拿姐夫让她想起一切 她不会再爱任何人 尤其是庞府的女人 姐姐闻言留下悔恨的泪水 而另一边 如意拿着翠芬的照片自怨自弹 毁迷了心窍的她 竟认定了忠良喜欢翠芬 是因为翠芬是女人 而自己只是个青涩的姑娘 为了夺得心上人的喜欢 女人把第一 好 我还不敢忘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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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列车到站了 如花一个人走到路边哭泣 说一切都变了 自己不再是偷拍 当初的一切也物是人非 不知道正邦还有没有等自己 如花的哭声最终打动了老袁 她愿意收留如花 并且帮她寻找正邦了 她不知道如花的爱情 也会影响到她的爱情 女人发现丈夫带了美女回家 丈夫表示那个美女其实是鬼 女人压根不相信 但当如花解开旗袍 让阿楚把手伸进她的胸膛时 阿楚的脸色越来越不好 她完全感觉不到如花的心跳 阿楚被吓得连忙 三四年 如花是青楼的头牌 正邦是城里首屈一指的富二代 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生好感 之后正邦经常来约见如花 而如花明白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于是经常用欲擒故纵的手段戏弄正邦 但每次正邦都乐意做陪 她知道如花玩的是什么鬼把戏 但她就是愿意陪如花一起玩 正邦对如花可谓是极尽恩宠 在追如花时就在楼里放鞭炮 声音响彻天际 众人接呼正邦很是浪漫 唯有如花站在人群中 平静地看着正邦 待烟火结束 一副对联赫然落下 如梦如幻月 若即若离花 首尾二字正是如花的名字 对联也夸奖如花像梦与水中月一般 渴望不可及 在正邦不惜一切代价的恩宠下 两人很快就好上了 那时的如花 因为正邦的浪漫一世风光无限 令人艳险 两人的郎才女貌 抛掉身份也是天作之合 如花决定要把这一段风月之情进行道德 对于自己和陈正邦之间的身份悬殊 如花没有一点考量 她主动提出要见陈正邦的母亲 打扮得很朴素地表示自己可以做起 如花以为可以用自己的真心打动陈母 却不知她这样的行为 已经引起陈母的反感 被陈母用丝包饰扁的话嘲讽一番 无论那一天的如花打扮得如何简单朴素 无论那一天的陈母是怎样的满脸笑容 如花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她输在对自己认知不够 高估自己的封建等级 输在爱上了陈正邦 把一场逢场作戏看成了爱情 更加输在妄想用一己之力 对抗旧社会封建等级阶层 之后被父母反对的两人搬出来住 初期都是靠如花接客来养着 后来正邦也想为如花撑起这个家 便在如花的介绍下去学习 正邦也学得很认真 在父母发现且逼她回去后 正邦也不敢弃之 还用自己的钱给如花买了一个胭脂口 虽然廉价 但都是正邦的真心实意 在世俗都反对的情况下 他们决定放手一搏 富二代与封城女子赤心相爱 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 是在黄泉怎么也等不到正邦 于是在53年之后 如花在投胎前来阳间寻找正邦的游魂 知道事情始末后 老元和阿楚大受感动 两人开始不顾一切的帮助如花寻找正邦 可惜都一无所获 在3月8日的季日当晚 正邦也没有出现 如花绝望地待坐在房间 老元和阿楚被他们的爱情所感动 但问及对方会不会为自己殉情时 又双双说不会 感情的事情我这个母胎单身也不懂 只是感觉现代以后可以殉情的痴情人 很多都是传说中的存在 第二天 如花他们的事情 报纸记载当年正邦并没有死 而是被抢救回来以后苟且偷生 如花知道后很绝望 但老元奇怪报纸上说 医生发现正邦的胃里除了鸦片 还有大量安眠药 这是怎么回事 如花说安眠药是他下的 原来如花在给他们描述时有一些没有说 他们搬出来以后 正邦就暴露自己除了西大烟和卖弄风亚 就什么都不会的一面 之后在自己的鼓动下 正邦去学了自己喜欢的唱戏 可他的眼神里面并没有半点的心细 反而是迷茫 而且正邦24岁才开始学习 注定正邦的前途有限 事实也正如他想的那样 正邦为了他在西班任劳任怨 可基本上都是当背景板 正邦的父母不忍他如此辛苦 要正邦跟随他们回去 但正邦为了如花拒绝了父母的提议 或许是爱情或许是迟来的叛逆 谁也说不清 正邦的父母只能转求如花 沉母表示让如花放过儿子吧 而且如花的强行挽扭 只会让正邦更快地回到他的身边 前台词就是正邦就是废物一本 而是故意大声说 正邦是他和陈老爷的儿子 是他们的儿子 便迟早会回到他们身边 如果不是他们的儿子 就是用条铁链也是拴不住他的 这句话深深刺激了如花 他早就对正邦产生了不信任 之后的日子里 如花发现正邦对他的爱不是很坚定 于是在自杀的当晚 如花在酒里下了40克安眠药 所以那晚 正邦无论吞不吞鸦片都必死无疑 他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男人 去到另外一个女人身边的 正邦若活着便陪在她的身边 就是死了也得陪在她的身边 总之他认为他们两个 生生死死都必须要在一起 那场殉情或许说更像是谋杀 知道真相的阿楚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大声怒骂如花说没有人愿意死 不是人人都像如花这样爱得如此深沉热烈 为了爱情可以不惜一切 他觉得如花太过自私 如果正邦知道爱人想谋杀自己 不知道会有多么难过 他承受不了如花这样的爱情法则 赶走了如花 但他很快就想通了 爱情的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 阿楚怀着愧疚的心情去找到如花 此时的如花正在听醒 他把戏台上的人看成了正邦 他心里的正邦始终是当年那副英俊潇洒 风华绝代的样子 今天是如花待在人间的最后一天了 他必须回到英间 否则就要灰飞烟灭 恰是这天晚上 他们居然找到了正邦的儿子 阿楚他们了解到正邦被抢救回来后 继续从前那种迷烂的生活 很快就败光了陈家的家产 他和表妹结婚生子 却从未经过做父亲的责任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个大片场跑龙岛 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当上主角 却穷困潦倒 身边的人悉数离他而去 在一个古装剧的拍摄片场 他们三人总算找到了正邦 现在的他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冒蝶老人 随便就在道具厂的地上睡觉 这不是如花心中那个美好的正邦 他满心的期望破灭了 如花走到正邦身边 对他唱起了初见识的那一曲 比起当年唱功也是不遑多让 正邦一眼就认出了他 如花表示谢谢你还记得我 这个胭脂扣我带了53年 现在还给你我不再等 亲眼看到正邦还活得好好的如花 已经明白他的爱沉重吃脸 确实是正邦要不起的 他不过是个普通世俗的男人 给不起他想要的完美爱情 这一眼是释怀 一是离别 他居然转身离去 将身影隐秘在了无边物碍里 这个男人他不要了 这段爱情他放手了 无论正邦如何唱我 如花也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本片名为胭脂扣 如花是一个痴情且占有欲极强的女子 特殊的生存环境让他一生好强 方方面面都希望按自己的意思来 与其说他爱的是风流倜傥的正邦 不如他爱的只是自己的理想 他很早以前就能看出正邦不爱自己 但如花不在意 正邦不过是个美好的代名词 是理想爱情的象征 从来都不是一个具象化的人 这一世如花爱的太真 赤裂灼伤了别人 也害死了自己 唯愿来生能看开心 不要再追求不切实际的爱情 最终献祭了生命 感动了自己 便宜了他人 爱情是极其短暂的 终究还是要脚踏实地 这是拥有张国荣的颜值才能做的事情 面对被摔呆的女孩 谁知女人竟主动亲吻了家宝 最后直接晕倒在家宝的怀里 当然童不是被家宝的颜值给摔晕的 而是家宝与童死去的男友一模一样 童与男友达也恩爱有加 决定去香港结婚并定居下来 可惜一场车祸终结了两人的梦想 车祸发生时 达也心疼地将童护在身下 而他却被重重甩出 看着心爱的人静在眼前 可他却没有一丝丝力气爬向他 他唯一能做的便是 用尽所有力气最后再看他一眼 仿佛想要把他深深刻在灵魂里 深情一眼 挚爱终生 儿童虽然活下来了 但灵魂和内心都被禁锢在了 那场车祸之前 他不厌其烦地重复看着达也的录像 回忆着两人的过往 说着他在电影院的主动搭讪达也的处于 最终童决定去香港 看看达也要带他看的香港业绩 他拒绝一望达也 也无法一望 他勉强收拾心情之身来到伤心城 然后用魏王仁的身份住进他租住的房间 收拾着他遗留的物品 一遍遍拨打达也的变化 贪恋地听着他的声音 这天童到达也工作的酒店 收拾着他遗留的物品来堵物私人 谁知在出酒店时 遇见了刚跟毒贩交易完 被警察盯上的卧底警察家宝 跟达也一样的长相 让童震惊到吴以复家 家宝静止地走到童的面前 一句我等你很久了 无意间直戳童的内心 童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不由自主地热切拥抱他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奇迹 最终激动地晕了过去 在童昏迷期间 家宝向上次投诉为何没告诉他有行动 但另外一组的组长大壮却告诉家宝 有人举报他和毒贩交易 但没人告诉他家宝也是卧底 大壮全程语气都不是很好 家宝只能抱怨地吐槽几句 看童醒完 家宝就只能走人 而童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追离开的家宝 他带着那一分之一的不可思议的奢望 期望眼前的男人 便是他心心念念地打野划伤而来 只是他并不是他 童也是知道的 只是童还是没办法遗开自己的眼睛 他不顾一切跟着他 像一只容易受惊的小鹿 奔跑颠簸 这一场相遇就好像是一个错位的美梦 童追到商场寻找家宝的身影 结果到商场关门都没有找到家宝 正当童绝望之际 家宝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看着童一脸的喜悦 你等我 家宝便把童带回家里 家宝以为童喜欢自己 所以决定满足他 却遭到童节力反抗 你不想做跟我上来干什么 你很想他 那你去找他 你知道我干什么 杨阳 我告诉你 男人都是一样的 这边刚甩了你 那边就抱着另一个了 聪明点吧 童双眼积蓄的泪水瞬间涌出 他盯着家宝的眼睛说 他死了 一股愧疚之情涌上家宝心头 他太明白失去挚爱之人的感受了 他的女友前几年去世 这么多年过去 他始终无法释怀 他将出租屋留给了童 自己去外面将就一晚 第二天家宝回来时 童已经收拾好房间离开 家宝在角落里发现童遗失的八音盒 这个八音盒对童来说意义非凡 他以前常说只要转动八音盒 就会有幸运的事发生 家宝鬼使神差地打开八音盒 转动几下 听完便去执行任务 这是家宝的最后一次任务 只要拿到毒贩交易时的账户刺盘 就可以功成身退 谁知家宝的任务被内鬼出卖 埋伏的上司队伍被扣留 强行参加的重案组不知道友卧底 对着家宝等人就是疯狂扫射 家宝拼着重伤抢夺刺盘逃脱 却被当私藏毒品的叛徒全力追杀 家宝在走投无路之下 打算先把八音盒还给童再做打算 谁知家宝因伤势过重 晕倒在童家门口 童便悉心地照顾家宝 看着给自己卫州的童 家宝竟把童当成去世的女友 我答应你 以后早点回家 两人都把对方当作了替身情缘 当家宝清醒后 看着满屋达野与童的合照 终于明白为什么童 会用那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看着睡得很安静的童 家宝很是心疼这个痴情的女人 等童醒后 家宝安慰童要学会放下过去 虽然她自己好像都没放下 我家我一人 我家是家宝了 后来的日子里 家宝便留在童这里养伤 两个人把对方当作替身情缘 离此抚慰 期间家宝以为内鬼是大壮 让上司帮他调查清楚后自己好退休 而上司也说自己会尽力的 自从女友无法忍受家宝工作而自杀后 家宝一直沉浸在失去挚爱与自责中 但他所在的社会 要他先承担他应尽的侄子 却不管他个人的死活 直到童的出现 他们之间产生的爱情萌芽 不仅是童的自我就数 也是家宝人生的曙光 但目前的他们还只是把对方 当作替身情缘 这并不是家宝喜欢的 家宝和达野也是完全不同的人 看着童整天沉浸在幻想中 家宝终于说出来那个残酷的真相 你看清楚我不是你的未婚子 要看清楚了 让我做梦 一次 你做一天 特雅 家宝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面对童的天真执着 家宝让步了 于是他们将错就错 一起做了一天梦 弥补各自的遗憾 他们拿出达野去世前的记事本 根据记事本上的计划 完成那些早已不能兑现的承诺 在看完电影散场时 童从玻璃上看见吸烟的家宝 那一幕跟他和达野出遇时一模一样 此时的童清楚地明白 站在他面前的是家宝而不是打野 但他在不知不觉中也爱上了家宝 计划倒数第二项 走进达野准备的餐厅 他们的订婚蛋糕如约推出 可达野早已不在 童痛哭起来 而这时家宝用一个扎实的拥抱 温暖了童受伤的心 其实童已经承认达野永远不在 当路人以为是童因为感动而放声大哭时 只有家宝明白并理解童 是为了达野先生的离世而伤心 多日欲基于心中的苦闷 此时一股脑全都发泄了出来 而他能做的就是怀抱 也许从那一刻 家宝便攻进了童心头最柔软的一块镜头 最终他们来到计划的最终目的地 看看香港的夜景 做完这件事 两人的约会也就结束了 可惜大物弥漫 看得不是很清楚 童说心愿已料 他不会再任性了 可家宝还是担心童走不出去 表示我们还没有玩完呢 又带童去闹市游玩 他们玩得很开心 不知不觉中放下了包袱 最后家宝带童回到了家里 一方面是需要休息 一方面是拿自己抢走的瓷盘 里面有毒贩的交易记录 可能会有内鬼的线索 然而危险却悄然来临 暗中埋伏的警察居然对家宝发动攻击 他们不仅提前拿走瓷盘 还想围死家宝来杀人灭口 等家宝和童反击成功时 家宝才看见杀手居然是上司心腹 真正的内鬼居然是直属上司 看着陆续赶来的警察 家宝拉着童就是跑路 等可以休息时 家宝让童走了 凶手的目标不是他 不行 还没看夜景 我们还没玩呢 家宝灰心地笑了 家宝什么都没说 但童却坚定地跟着他亡命天涯 这样的女子 有谁会不爱呢 也许 初相遇转角的台谋 便就是一见钟情 原本只是萍水相逢 只是逢场作戏 现在却是彼此的救赎 在过海关逃难时 他们被人群冲散 家宝着急地寻找童 那一刻家宝明白自己的心理 找到童后跟童到白了 两人也算是确定关系 两人逃到深圳的老朋友家旅 在那里过了几天神仙眷里的生活 可惜童一次不小心看到打野的合照 觉得打野才死一年 自己就已经转碍他人很不对 决定分手回到日本 家宝很不舍的 但他希望童能够好受一点 他不能再吃苦了 而且他也不愿意牵连到童 最后两人在不舍中吻别 童走后 家宝放手一搏 与大壮设计让上司暴露内鬼身份 证明了自己的亲爱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家宝独自站在楼顶 看着黑悠悠的夜空 童离开了 也许他再也找不到他了 看着童留给他的心 信中说谢谢家宝让他重获新生 有勇气面对新的生活 可重获新生的何止是童 但家宝神情万分沮丧时 突然听见熟悉的八音和声 一转眼赫然是童 本片名为星月童话 这部电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 就像是一个童话 但它始终只是一个童话 现实也不像电影 永远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心上人 无论他们长得多么想象 但它终究不是他 无论那段爱情有多颗古铭血 无论失去的痛如何撕心裂肺 那对我们漫长的人生道路来说 都是短暂的一小节 人生那么长 自然也要有悲欢离合 此事古难全 过去的过不去的终将过去 凡事看淡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这样才会让自己舒服一些 看着我日彪 为什么看着你彪呢 一分钟啊 丽贞很是疑惑 但还是乖乖听话的靠近男人 伴随着指针的低大声 他的心跳也在不断加索 够钟啊 说吧 今天几日号 16号 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 一分钟你和我一马一起 因为你我会记得过一分钟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你追不回 因为已经过去了 我踢会了你 阿飞淡定地推开丽贞 潇洒地走了 丽贞默默地注视着阿飞离去 他承认这一刻他沦陷了 在此之前 阿飞已经摇拨过他 不仅一步步引导着丽贞的心理路线 还大胆对他的梦境做出预言 你今晚发梦会见到我 一番话说的丽贞有些惶恐 但也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奇 隔天 丽贞正在前台打瞌睡 突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 他连忙低头装睡不敢看阿飞 直到阿飞主动跟他打招 我昨晚没发梦见到你 阿飞带着有些玩味的笑容走了 而丽贞也撑不住地睡着 从嘴角显露的淡淡笑容 不难看出他还是梦见了阿飞 很快丽贞就落入阿飞的爱情圈套 丽贞是很传统的东方女孩 她不想自己和阿飞只是玩玩的存在 她旁敲侧击地询问阿飞 有没有结婚的想法 但阿飞闭口不言 用装睡来逃避问题 在大家闺秀的明节和阿飞面前 丽贞选择了明节 而在丽贞和心中的自由面前 阿飞选择了心中的自由 拒绝爱别人和被别人爱 过了没一会儿 阿飞家中的庸人打来电话 养母喝得烂醉如泥 急需人照顾 阿飞一看便知又是被哪个小白脸骗财骗色 安顿好养母以后 阿飞果断地找到那个小白脸 将其暴揍一顿 还拿回小白脸从养母那里骗走的耳环 阿飞对着镜子梳理好头发以后 帅气地离开了后台 却意外地把耳环留了下来 舞女露露发现这对耳环 很是喜欢 忍不住戴上耳环显摆臭命 没想到阿飞去而复返 吓得露露连忙把耳环藏起来 并谎称自己没有看见耳环 没想到阿飞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从露露的包中找到耳环 转身就准备离开 当露露为失去耳环而心疼时 有中的对耳环吗 送给你 喂 当晚阿飞便将露露带回了家 你常常带女孩上来的吗 有些事 那走一遍 我只是想你坐一会儿 两人说好只是坐一会儿就回家 结果这一坐 露露就再也回不去了 外面很大雨 我都是走了 你送我回家 你送我回家 我说明上来坐下一会儿 你逗我什么呀 你不要以为我很随便的 你以为送我真的这么难 我以为我就可以为所有为了 我不跟我的贪慕开慰的女人 你不要再走过来 露露嘴上是竭力反抗 身体却诚实地往阿飞身上扑 就在两人准备更进一步的时候 一个男人跳窗而落 吓了阿飞和露露一跳 男人名叫歪仔 是阿飞的好兄弟 歪仔见阿飞房间里有女人 连忙告辞 完事后 露露给阿飞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让阿飞一定要记得打电话约见面 可阿飞敷衍地说自己会打的 露露知道阿飞不会打的 让阿飞必须打电话并保管好纸条 不准遗失 无论是哪个女人 似乎都拿阿飞没有办法 第二天 露露在离去时遇见了歪仔 两人寒暄了几句 当问及彼此的失业时 露露只是让歪仔把录音机声音放大 当场热舞一番 若隐若现的白丝配上辣舞 时不时飞来的挑逗眼神 纯情的歪仔哪能受得了这份撩拨 很快就对露露一见钟情了 歪仔娇羞的装作猜不出 想和露露继续说说话 可露露早已看破她心思的抽身而去 房间内 阿飞一个人伴随音乐阵阵起舞 这是她的一个老毛病 她自诩自己是五足鸟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 它们不停地飞啊飞 它们一生只有一次机会落地 那就是它们死的时候 在阿飞眼中自己也是没法休息的存在 所以对爱情什么的都很随意 傍晚时分 阿飞她们聚在一起吃饭 这是养母来找阿飞算账 问阿飞为什么要打她的小白脸 阿飞嘴硬的说不爽就打呗 如果养母不喜欢 告诉自己生母在哪里 她保证立马消失在养母的世界 阿飞很早以前就把自己的空虚堕落 归结于母爱的缺失 所以对于始终不肯告诉她生母在哪的养母 阿飞心中多少有些怨气 这一次养母还是不肯说 另一边 暗中窥视的露露也趁机告诉歪仔 自己只喜欢阿飞一个人 让歪仔不要喜欢她 没结果的 这天晚上 明白自己真心的立真来找阿飞 企图再续前缘 却始终不肯进去 最后还是巡逻警察小超路过看见 帮她扣向阿飞的大门 看着眼前的傻姑娘 阿飞虽然心疼 但绝不会心软 让立真快点回去休息吧 尔文一切的露露有些惶恐 她很怕自己是下一个立真 而接下来阿飞的行为 也正好印证她的猜想 阿飞上来帮立真收拾行李 让露露脱下立真的拖鞋 可露露为了捍卫自己的主角 说什么也不愿意拖下来 我不吹 失际无神杀个女人上来 这又坏他那又坏他 我怎么知道还有多少女人杀上来的 当两人正在吵闹时 听到动静的立真推开房门 顿时明白了一切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阿飞 只好一言不发地关门离去 等她走后 气愤的阿飞把包丢向露露 而露露也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地位 准备收拾东西离开阿飞 相比立真的温顺妥协 身为舞女的露露 懂得主动争取自己的所爱 最终她还是放不下阿飞 尽管自己十分心痛 但还是强颜欢笑到阿飞开心 立真宛如行尸走肉地走在路上 小超再次巡逻经过 出于好心地安慰了立真一番 并且借了她五元钱打车回家 第二天晚上 立真便来找小超还钱 小超看立真神色好了许多 还可以与她插课打混了几句 小超便放心了许多 谁知小超第二天再次巡逻经过这里 发现立真神不守舍地站在阳台 便约她下来聊聊 可能是小超已经看过自己够多的狼狈呀 立真主动说起自己和阿飞的出狱 等叙叙叨叨说完心动的难受就好了 立真让小超快去巡逻吧 自己今晚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 你常说过都今晚没事 你今晚怎么说 在小超的寻寻善诱下 立真又说起自己的心里话 我以前以为一分钟很快就会过去 其实是可以很长的 有一天有个人指着手表跟我说 他说会因为那一分钟而永远记住我 那时候我觉得很动听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记得那一分钟 但我却是记住那个人了 不过现在我看着时钟 我就告诉自己 我要从这一分钟开始忘掉这个人 随后两人宛如情侣一般在街头走路 立真也知道小超其实是想跑船的 只是因为母亲重病而当起警察 分别时 小超忍不住说道 自己每天晚上这个时间都会在电话亭这里 如果立真无聊的话 可以打电话找他聊天 自此深夜的电话亭便多了一道人影 只可惜立真从未打过电话 小超不知道他是回到澳门 诱惑着立真只是恰好需要说话的人 但他明白自己的等待只是徒劳 不久后 小超的母亲去世了 伤心欲觉得小超选择跑船 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与此同时 阿飞每天不工作终于让生活结局起来 每天就是坐在门口发呆 一旁正在擦地的露露见状让他不要担忧 自己可以养阿飞 大不了自己就去做舞女 露露想方设法地哄阿飞开心 但这番话却深深刺痛了阿飞的心 露露的行为让他想起曾是交际花的养母 他将露露锁在门外 冷静一番后 独自去见一敌一友的养母 而养母也告诉他 自己要和一个老头子去美国安享晚年 这场半辈子的斗嘴 终究还是阿飞赢了 但阿飞不想让他去 除非养母告诉自己生母在哪 养母要么就不告诉自己 要么就全部告诉自己 只说一点的告诉自己 是把自己当成猴子耍吗 自己如今无所事事就是为了跟养母作对 都是养母害的 养母直接破罐破摔的摊牌了 他承认这些年自己的母爱有些变质 用秘密来捆住阿飞在他身边 但阿飞的空虚孤独和无所事事 真的是自己害的吗 而不是拿自己当借口 自己如今就把真相告诉阿飞 看阿飞还怎么自己骗自己 养母告诉阿飞 他的生母是名门归秀 和丽贞一样都是为了名节和利益 狠狠地抛弃了他 而自己是为了每月50美金的高收入 才选择收养他 现在生母在菲律宾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得知此事的阿飞决定 去菲律宾寻找母亲 临走前 他把自己的车钥匙送给了歪仔 并嘱托歪仔好好对待路路 但事实永远没有这么简单 我求你不要跟着我 你走啊 我不想见到你啊 你想怎么说我车呢 你不让我跟着你啊 我不想你搞出事而已嘛 我不想对我那么好 我叫你不要喜欢我了 你这次是什么呢 别走啊 谁又是你人又是你 你看什么 他毕竟不得我 我会喜欢你啊 我不会喜欢你啊 露露越说越起 冒着大雨就准备走人 歪在急忙拦住她说不要冲动 没办法之下给了露露两巴掌 把露露给打醒了 露露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思考这段时间的非理智行为 阿飞走后 露露找不到阿飞 便去找丽贞的麻烦 可丽贞又怎么知道阿飞的下落 因此两个有着相同经历的女人大吵一架 最终是露露嘴胜一筹 不过我始终都是觉得她喜欢我多点 话到尾 她都是因为我不要你的 紧接着露露又去找阿飞养母 可养母却撒谎说她也不知道阿飞的下落 等露露走后 养母的房间中 突然走出一位酷似阿飞的年轻小伙 原来养母在阿飞和安详晚年之间 她依旧母爱变质地选择阿飞 与此同时 歪在不忍心看着露露难过 于是她把阿飞去菲律宾寻母的事说了出来 知晓阿飞去向后 露露生气地砸碎所有化妆品 怒气冲冲地就准备去菲律宾寻找阿飞 然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虽然露露是被打醒了 但她还是坚持要去菲律宾找阿飞 看着露露远去的背影 歪在虽然因爱而不得而痛不欲生 但她还是卖掉阿飞留给她的车 凑够露露去找阿飞的路费 她无法放弃露露 也无法看见露露伤心 与此同时 阿飞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生母的家 可母亲却因为不想破坏现有生活而避而不见 直到阿飞离开 才从窗子偷偷看了一眼阿飞 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都只看中自己 生命中的挚爱亲情 就在这样简单的儿子与利益的较量中双双落败 面对母亲的避而不见 阿飞还在自欺欺人 话虽如此 阿飞还是喝得烂醉如泥 身上的前辈站街里抢走也不知道 还是跑船路过的小超救了他 阿飞酒醒后 两个原本相识的人 却同时表示从未见过对方 两人怀揣着各自的心思 一直喝酒喝到天亮才分别 结果在火车站又偶遇对方 两人聊了没几句 一个菲律宾男人找到阿飞 原来阿飞想要去国外寻找养母 他让男人给他做一个假护照 没想到身无分文的阿飞 竟然打算黑吃黑 直接一刀扎在男人身上 随后若无其事地准备离开现场 只可惜男人拼死跑出来喊兄弟报仇 男人兄弟纷纷要砍死阿飞 现场顿时乱成一团 小超看不下去地拔枪相助 经过一番殊死搏斗 两人成功脱身 并踏上一列不知旅途的火车 小超批判阿飞一点都没有长大 还是喜欢肆意妄为 阿飞又拿出无足鸟来举例子 小超直接反驳别再自欺欺人 你要是那种只会飞的鸟 就不会跟自己一起逃命了 阿飞文言仿佛顿悟了什么 说自己会飞的 只不过不是现在 之后小超询问旅人下一站是哪里 有男人趁阿飞不被枪击了他 等小超回来时 已经来不及了 阿飞临死前 小超用朋友的名义问他还记得 1960年4月16号 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在干什么吗 阿飞表示自己记得 永远都记得 还麻烦小超告诉那个女孩 自己已经忘记那一分钟 这样大家都好过一点 因为这些事情终究是过去了 没有必要再提起 阿飞的步虑正是出于对立真的联系 对他而言 与其纠缠注定悲剧的结果 倒不如相忘于江湖 过去那些短暂的美好 终会在时间的长河里灰飞烟灭 没有什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永恒 记得人生的每一次过往 也许才是我们去对 抗虚无人生的最好方式 几分钟后 阿飞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小超坐着未知旅途的列车继续前进 不久后 露露如愿以偿来到菲律宾寻找阿飞 却再也不会找到 而立真则是在一家足球馆继续卖票 直到这晚 小超苦等的电话亭打来一个电话 只可惜这个电话来得有点晚 最后在一间狭窄的出租房中 男人将自己打扮的衣冠出处 又一个阿飞出现了 本片名为阿飞正传 一分钟很短 却足够让人住进心里 一分钟又很长 唱到一个人可能要花一声走出 阿飞是无情且残酷的 他说五祖鸟一声都没有停过 其实五祖鸟一声哪里都没有去 他一生下来就死了 阿飞就像如今的许多人一样 将自己的空虚寂寞归结于一个借口 并用一生去苦苦追寻 其实归根结底也不过自欺欺人 若不死 阿飞下一个会爱上谁 是谁有关系吗 他真的爱吗 否则又和谈爱谁更多 可是他却也是记得的 其实每个女孩 都有可能成为那最后一个 离开放弃往往只是一念之差 只是一不小心就放了手 然后就无从追回了 没有谁真的离不开谁 就如立真冷冷对露露说 你看现在哭的是你 我早就好了 原来在身的伤痕也有愈合的那一天 而从绝望中重生 是否才可以变得强 变得恕不悦 让赵处长很是不爽 于是杜老爷在没有告知云烟的情况下 答应了这门婚事 还敲定三日之后就送云烟过门 第二天就是订婚一事 云烟看出情况有些不对劲 他趁着大傻还没当众宣布婚事时 趁机谎称杜子腾逃离了现场 跑去观看丹萍的表演 这让赵处长父子极其生气 带人去丹萍的剧院砸场子 虽然被丹萍巧妙实际逼退了 但对结婚的定局于是无补 云烟被家里人强行关押 就等两天后把云烟打包送给大傻 绝境之下云烟决定破釜沉舟 写下相约私奔的信件 让丹萍送给丹萍 可是丹萍不在剧院 下人以为丹萍是那些迷妹 不由分说地拿过信件说会转交的 然后随手甩在丹萍的粉丝信件中 导致云烟他们错过最后的私奔机会 到了晚上 云烟在丹萍的掩护下逃出大宅 然而还是被看门人发现 打呼小姐要跑吗 吵闹声顿时吸引来了更多吓人 丫鬟在杜老爷的吩咐下 被声声打断了一条腿 而云烟也没能逃过 再次被抓备在角落里偷偷看一眼爱人的模样 用歌声来抚慰云烟 久而久之 剧院便有了夜半歌声的传说 成为了无人敢提及的鬼屋 一转眼十年过去 一个剧团因为租金便宜来到剧院 阴森破败的场景下的众人阵阵发寒 只有维青并不害怕 不害怕向前连卖了酒 他惋惜如此壮阔的剑筑 如今却一片萧条 谁知正当他看得出神识 一个红衣女人忽然从舞台上闪过 维青不敢再次回头去看 剑一直没有声音传来 便以为那个是幻觉吧 或许是老天是想维青来解决这一段爱情纠葛 维青没走几步又看见了云烟的幻影 这时他才想起夜半歌声的传说 连忙去找看门大爷询问情况 而这大爷正是忠仆 忠仆把单凭他们的七美爱情说了以后 维青不仅不害怕 还为他们的爱情所感叹 之后的日子里 因为剧团表演不是很受欢迎 导致经营情况举步为艰 大家就有了丧伙的想法 维青不想离开剧团 但仅凭他一人之力 又无法扭转现在的局面 马上就要散团时 折服十年的丹萍突然出现 维青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斗篷人就是丹萍 丹萍却不想解释什么 只是说自己看维青天资聪明 想让维青继承自己一波 丹萍的出现让维青有了重振剧院的底气 乐呵呵的就要败事学艺 之后维青竭尽全力让大家放手一波 以丹萍在世的噱头吸引观众来看 在表演时 维青因练习不足无法飙高音 只能把头放到演员身下 让舞台下的丹萍假唱 这一声让大家真的觉得是丹萍在世 演出大祸成功 剧团暂时不用解散了 可维青的危机却悄然而至 当年的大嫂回来了 维青不愿攀附权贵 当场离去 但女友小蝶则被迫留下吃饭 维青来到与丹萍约定的练习地点 见丹萍迟迟迟不来 就只好独自练习 等她如痴如醉地唱完一曲 身后传来云烟鼓掌叫好的声音 你不会觉得我在模仿宋丹萍吧 那怎么会呢丹萍 维青被吓得瘫坐在地上 眼前这个女人居然是云烟 那今天岂不是夜半歌声的月圆之夜 维青猛然发觉 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 兼中了丹萍的轨迹 知道真相的维青任凭丹萍 如何威逼利用 也不愿意继续当替代品 继续替丹萍蒙骗云烟 丹萍见状只能摘下了斗篷 让维青看到了她被烧毁的可不面容 苦苦哀求维青可怜可怜他们 再替她送一封信如何 维青找到云烟时 云烟正满心欢喜地准备私奔 她的记忆卡在私奔的那天 维青拿出丹萍的信件 发现是一张白纸 果然自己又被坑得送上了来 为了让云烟认清现实 维青念了道王室来暗示云烟 可疯癫的云烟完全听不懂 立马就要拉着维青私奔 来到大街上 面对旁人的指指点点 维青显得很不自在 可云烟却沉浸在爱人归来的喜悦中 拉着维青死活不松手 生怕街上的人感受不到她的快乐 然而不幸的是 趁维青去买吃的事 云烟的欢笑声居然引来了大傻的注意 大傻极恨云烟从来不爱她 暴打云烟一顿 还好云烟最后被维青巧妙就走了 可抬头时却发现小蝶从大傻车上下来 手里还捧着大傻送的名贵珠宝 她以为女友贪图富贵 已经选择了背叛 而小蝶却因为维青背着云烟而醋意大发 更要命的是 云烟居然把维青当成丹萍给亲了 丹萍本想含泪接受这个事 最后还是无法忍受地发出怒吼 这一声让云烟意识到维青不是丹萍 疯狂地大喊大叫 最后被丫鬟给接走了 事后丹萍责怪维青不知道分头 维青狠狠地批斗了丹萍一对 让丹萍幡然醒悟 在一个夜晚主动去看了云烟 并且露出自己的面目 丹萍终于回来了 相爱的两人因为家庭 社会压力等外部因素被迫分离 但就因为受到重重阻担 两人不愿放弃彼此的情感 才让人更为感动 问世界情为何物 那就是即使被全世界嫌弃 依旧会有一个人将你奉若珍宝 世上什么山刀水长 岁月轮转都隔不断心灵最深处的店面 一朝相逢 有的只是宛如未曾分离过一般 一如往昔的熟悉与气壳 不忍半分缝隙的食指相扣 进门第一天 女人就被逼着从大太太的裤裆下钻过 女人不敢说话 更不敢抬头 谁让她只是个被迈进来的小妾 美好跪在老爷夫人面前 毕恭毕敬地地上热茶 在这里 美好就连原本的名字都要被夺取 目睹一切的景深很是心疼 只因为眼前卑微的小妈 是她的心上人 在没被卖过来当妾室之前 美好是菜市场卖茶的小妹 虽然美好不像其他女孩一样 待在家里当活 在这个保守的小山村已经算离京叛道 但美好性格乐观又八面玲珑 深得周围人的一致好评 她大大咧咧的样子 吸引了陪母亲上香的皇家二公子景深的目光 景深情不自禁地坐到茶摊上去看看美好 此时有个算命先生给美好算命 说美好最近命犯桃花 凡事要少做最好不做 美好听得迷迷糊糊 那呆萌的一面让景深忍不住憨笑 景深本想着陪母亲回家以后 在独自前来找美好搭讪 谁知两人下一次见面时 便已经是小妈和继子的关系 17岁的景深刚刚从省城读书回来 他在学校接受了很多新思想 跟愚昧落后的皇家以及村子都格格不入 景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段关系 只能跟皇老爷提出想回省城继续深造 但皇老爷这次却不打算让景深走了 他想让景深接手家里的事情 已经结婚三年的景深大哥好赌成性 28岁了还不如景深懂事 皇老爷已经放弃他了 作为组长加一家之主的皇老爷发话 景深再不愿意也得留下来 接受皇老爷的安排 虽然满清王朝已经覆灭十年 但皇家也改不了封建陋席那一套 对仆人们管教甚言 对家中的小妾也是恶毒至极 于是趁着重阳节祭祖那天 小妾偷偷卷款和家仆一起逃跑了 下人把这个事情告知正在祭祖的皇老爷 皇老爷气得半死 祭祖祭到一半就气血上冲 直接倒在了祖先的排位前 倒不是皇老爷有多么宠爱那个小妾 只是因为小妾逃跑会损害皇家的名声而已 除此之外 作为大户人家如果只有一个妻子 也是会闹笑话的 马上就70岁的皇老爷为了挽回名声 决定再次内契 皇老爷让媒婆尽快挑选合适的女孩内契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一天的时间还不到 媒婆就来给皇老爷报喜 说是找到了隔壁镇最漂亮贤惠的姑娘 不仅长得吃苦能淡 关键是才年方十八 皇老爷满意的不得了 决定三天后就迎娶十八美娇娘上门 不属于封建的景生不懂父母的所作所为 不明白小妾为什么会跑 询问母亲是不是皇家对小妾哪里不好了 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非要再娶小妾 而且母亲居然没有反对 皇夫人对皇老爷那切避而不谈 只是说他们对小妾已经够好了 是小妾见骨头一个 不懂皇家对她的好事多了大的恩赐 之后皇夫人命人将小妾的房间 里里外外查个仔细是否有偷窃 并将小妾所有的物件统统丢掉 将那个漏事交给即将过门的美好 转眼三天时间已到 美好哥哥将她里送出门 一顶轿子 一个媒婆 还有一朵头戴的小红花 就是美好的婚礼排场 美好一过门就被皇夫人给了下马威 必须每天带着老太太赐予的管教金钗 美好从头到尾 宛如傀儡一般被人摆过 她原本不用嫁给皇老爷做小妾 奈何父母早死家中 一切都要听哥哥安排 为了拿钱娶媳妇 哥哥立刻想到把妹妹卖给大户人家换钱 还美其明约是送妹妹到富贵人家后衣食无忧 于是美好被迫嫁给可以当爷爷的皇老爷 结婚第二天 美好就迎接来自皇府四面八方的恶意 脑子有问题的大嫂害怕大哥也娶十八美娇娘 就算计美好的让她去砍柴 错过了每日进茶 而她则各种诋毁美好小屁还不懂规矩 导致美好被皇夫人叫人喊来时 被皇夫人的眼神吓得连门都不敢进 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 自己不是去砍柴了吗 美好全程都是战战兢兢 皇夫人一个随意的小动作 美好都吓得浑身都在颤抖 而美好的悲惨遭遇也没有结束 这个女人因和嫉子思通被判进猪龙 诺大的猪龙从头顶罩下 双脚也被瓦绳死死捆住 她面如死灰 一滴泪也流不出来 似乎在回忆于景生的那段感情 算不算爱情 美好嫁到皇家后被受欺辱 甚至在皇夫人的默许下 皇家的下人开始把脏活泪过 都往美好身上扔 什么喂猪喂鸭 什么洗衣打扫 美好成了下人都不如的下人 直到这天 美好打扫卫生时 刚好从景生门前经过 捡到一张写满字的纸 要交还时雨出来 简直的景生碰个正正 虽然美好完全看不懂 上面写的是什么 但还是由衷地感叹景生的字真好看 不像自己连名字都不会写 景生说那又有什么的 有机会自己会教美好 如何写名字的 美好把这句话默默地记在心里 其实哪怕景生已经17岁了 他都没有正经地谈过恋爱 也不懂什么感情 可现在因为到了年纪 父母也不得不给他张罗婚事 景生对此是惶恐且顺从的 惶恐自己要和陌生人 一生一世一双人 顺从父母给他安排的包办婚姻 这是孝道也是几千年来的规矩 虽然和他接受的心思想相悖 但17岁的他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等母亲一走 他就跑去女方家看那个女孩是谁 结果偷窥时不小心被对方发现 大惊之下急忙逃走 连哪个是自己的未婚妻都没有弄清楚 回到家中 景生感觉自己有很多话想说 却找不到合适的倾听者 直到他看见正在做工的美好 虽然他们都让景生喊美好小妈 但景生还是喊不出口 毕竟两人就差一岁 景生都是喊美好阿姐 在他心目中 美好没有回答 毕竟傅少爷怎么能体会穷家女的苦楚 两人还没有聊完 美好的哥哥前来拜访了 美其名曰是来询问黄老爷七十大少 他们应该送什么礼物 可美好知道大哥又是来要钱的 直言自己的月钱只有两个大羊 需要留着自己生活 大哥怒骂美好狼心狗肺 嫁到好人家就忘记自己这个哥哥 是责怪自己将美好嫁给老头子 美好也不想想 如果嫁给一个耕田的卖部的或是仲裁的 那男人可能对你真心真意 但你想一下 为了两餐可能要挨衣是值得吗 现在嫁给黄老爷 有吃有助 生个儿子 黄老爷一死还可以分田地 这是多么好的美事 美好对大哥的厚颜无耻简直是叹为观止 为了不让大哥再来捣乱 把所有的钱给了大哥 他们彻底断绝关系 没钱的美好经常饿肚子 还好景生每次来找他时 都会送一些零食 才让美好的日子好一点 在这深宅大院里 他们可能是彼此唯一能说得上话的人 景生无奈地说自己走不了 要留下来结婚 然后重复祖辈的过一辈子 美好问他为什么不走 走了就不用结婚了 景生表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他无法违背黄老爷的命令 而且就算他以后要去大城市发展 家里也要留一个老婆照顾长辈 这或许是当年大户人家进步少爷的通病 男人可以不管不顾地走掉 可他们怎知留下来的女人 将要过多痛苦的生活 美好想揍无耻景生却没有勇气 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经常聚在一起聊天 关系也越加得密切 景生不仅经常给美好送些小礼物 甚至为了能给美好拍照 把皇家的所有人都给拍了 在相处中 景生也渐渐经历了美好的苦处 一次景生履约的交美好写字 两人虽然没有半点的身体接触 但暧昧之火熊熊燃烧 直到大嫂不合时宜地咳嗽两声 提醒他们注意点分寸 才让两人没有进一步地做错事 事后大嫂越想越担心 不仅将这个事情告诉大哥 还威胁大哥如果赶赖钱 自己就去跳检 大哥一边随意地敷衍着大嫂 一边偷偷地从大嫂首饰盒里 她只要说一声 大嫂连卧室都出不去 还想拿跳井威胁她 大哥得意洋洋地跑出去赌博 遇见景生时 居然也堂而皇之地训斥景生 注意自己的行为要减点 多么讽刺啊 大哥才走了没多久 大嫂就发现自己的项链不在了 大嫂明知是大哥拿的 却阴阳怪气的暗示是美好偷的 而皇夫人跟其他下人也知道是大哥偷的 但也顺着大嫂的话继续往下说 随时随地地侮辱着美好时偷东西的小偷 这场风波越闹越大 老爷知道后也只是安慰美好 美好的苦他都知道 让美好为了家庭和谐就继续忍忍吧 皇老爷说了等于没说 美好从头到尾都是不卑不喜地听着 眼神时不时瞥向景生送给他的玩具 想着如果是景生 应该会懂自己的苦吧 景生和美好都是当事者 美好的孤立无援他感同身受 也和美好同样的无能为力 景生第一次觉得生活在皇府如此窒息 对美好更加的心疼 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离美好远一点 恪守小妈与儿子的关系 不久后就是皇老爷的七十大寿 皇老爷特地买了很多不让女卷才剪心衣 连下人都比美好先挑选不了 美好只能在一旁陪笑 等轮到美好时 景生只是说了一句美好穿红色会很好看 为了能让心上人看见自己穿红色的样子 美好就选择了红色布料 没想到却因此闯了大火 季母穿上一系红衣 想让季子看看自己美丽的一面 而景生忍不住夸赞美好穿得很美 得到夸耀的美好也很开心 谁知老夫人看见后勃然大怒 黄夫人对美好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各种辱骂 归结起来就是美好有什么资格比自己好看 自己才是大夫人 让美好赶紧把衣服脱掉 美好边哭边跑上楼换衣服 一旁的景生也有些生母亲的气 却也无能为力 不久后寿宴开始了 皇家到处张灯结彩 黄老爷作为组长 镇上的百姓几乎全都来庆贺 黄老爷夫妇带着两个儿子 游走在宾客间致谢问候 而美好则穿着一身下人衣服 忙里忙外的上菜 与大夫人的待遇天差地别 让景生对美好产生了一丝联系 他忍不住看向美好的方向 整个寿宴上都心不在焉 而和他同样心不在焉的还有美好 看着满座的冰棚和别人的欢声笑语 美好始终一言不发 面无表情 他不吃不喝呆做了两酒 等景生再次抬头望向他时 他已经不见了踪影 美好独自前往庙里去求安静 想着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他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 随后独自一人坐在门口发呆 景生想上前却不敢上前 毕竟美好是自己的小妈 他们之间的确有感情 但那不是爱 而是一种少男少女情斗初开的朦胧 他刚开始产生互相吸引的动力 没有任何示爱的表示 没有为了爱情不顾理教的叛逆 在祠堂外犹豫再三的少年 终于走到美好身边 美好似乎是找到了依靠一半 我感觉是我感觉没好过 你个没想到把你 我才连饭喝都买着 景生默默地上手绢 这一个温暖的动作 让美好倒向她的肩头痛哭失声 可这却让景生惊慌失措 她的眼神不安地四下飘动 挺直的身躯并没有响应美好的行为 看到美好强行忍住的哭泣 可无法眩泻的哭 景生抓住美好的手说 这无力的劝慰 是她唯一能说的话了 景生终于把肩膀给了她 做了彼此的依靠 不料这一幕被回来的妙著看见 两人虽然清清白白 但现在估计说了也没人相信 美好只能拉着景生逃跑 无意中将大太太送的金钗掉落 妙住大声叫嚷的声音 最终还是惊扰了正在听戏的群众 朝着庙里一股脑涌去 景生和美好都逃回了自己房间 都是一阵的手足无措 他们好像闯下了弥天大火 在那个年代 一旦被人戴上什么帽子就很难脱下 一番心理斗争后 有些心虚的美好还是找到了景生 商量怎么处理 单纯的景生起初想跟父母摊牌 他们是清白的 可以想到在这个小镇 一旦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就只有等死 最终景生和美好决定一起逃跑 匆忙收拾好行李后 两人准备悄悄离开 辫子里安静的有些诡异 景生和美好也有些心慌 就在两人打开门的一刹那 无数火把瞬间出现在眼前 拿着金钗的黄老爷带人将他们包围 之后几个祖老一起审判他们 为了维护颜面 他们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美好 而懦弱的景生没有勇气解释真相 只能说就是美好干的 黄老爷让景生砍击头发毒事 他和美好并无半点的关系 瑟瑟发抖的景生跪倒在地 美好怕他发假毒事会被雷劈 疯了一样阻止他杀鸡头誓愿 以一己之身承担了所有的罪责 景生被祖老扶起之后 回望美好的那一眼 盛满了悲痛欲绝 但是他始终没有那个勇气 向族人承认自己的责任 被定罪的美好被黄夫人 泼了一大盆污水 在家疯狂地毒打 当天下午 美好被拉去进猪笼 水塘边看热闹的女人孩子蜂拥而至 脸上写满了麻木不仁 一排面如木刻般的男人 将猪笼套在没有表情的美好身上 捆上石头 动作整齐滑衣地举起 羊手 猪笼沉在水里 一圈圈涟漪过后 不留痕迹 风景如画 美好死后 景生拿着行李 慢慢走出山村去省城继续读书 他不停地回望 似乎想从那些屋檐和砖墙中看出什么 美好就像一个水中倒影 轻轻荡漾地消失在芦苇中 只剩下景生怅然看着自己水中的倒影 他始终是无力反抗 他与自己那个封建家族有着千丝万女的关系 这一切都由不得心地善良的他 去做什么或者去改变什么 空流墙外墙内的一腔悲苦无奈而已 本片名为《我家的女人》 这不是一部惨烈的爱情片 它只是一个悲剧 一个时代的悲剧 一个乡村少女的悲剧 一个善良少年的悲剧 一个甚至还谈不上爱情的悲剧 两个同样不属于这宅子 这个吃人世界的人 不由自主地靠近 没有邪念 无关情欲 只是因为同病相怜 是因为共情同感 是因为彼此一样纯洁 善良 真挚 或许是只有彼此能懂得彼此 让他们彼此慢慢靠近 但是他们的关系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在这样的家庭里半点语剧都要人命 美好不懂吗 他懂的 但他同样懵懂 他也太年轻 还没有真正历练出来 美好没想到自己只是借个肩膀 就弄得大张旗鼓的杀人 景生自始至终都是那种天真的表情 连解决问题的想法也是逃跑就可以了 他真的做好决定了吗 仔仔细细考虑过一切了吗 怎可以轻飘飘说出我们逃跑吧 脸上却没有几分坚决的神色 只有眼睛在颤抖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是因为真的到了绝路了吧 最后他面无表情地看自己被抓去进猪龙 最后景生黯然地离开这个吃人的乡村 山村恢复了他的平静 乡村依旧是自然清新的 民风依旧是热情淳朴的 却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他的残忍烈根 而孤身上路的少年的心 是否能恢复平静呢 这埋葬了他纯真少年情怀的家乡 他还会回来吗